他被称为八十年代辛雷锋和当代保尔 他的事迹和精神 曾感动和激励了几代人 他就是张海迪 如今六十八岁的张海迪卸任中国残联主席 终于可以放下工作 安度晚年生活了 今天我们讲一下张海迪的传奇人生故事 张海迪一九五五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普通家庭 他的童年是快乐的 他在林荫路上奔跑 让风飘起衣裙 可是五岁那一年 有一天他忽然跌倒了 从此身体从胸部以下失去知觉 再也没有站起来 张海迪患了脊髓血管瘤 五年中他做了三次大手术 还是高位结胎 从此原来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每天躺在床上 他趴在窗边 看到别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 非常羡慕 有一天张海迪对妈妈说 妈妈我也要去上学 妈妈背着他找学校 可那时学校不收残疾孩子 隔着绿色的栅栏 看着在校园里快乐奔跑的孩子们 张海迪忍不住流下眼泪 父母鼓励张海迪要做一个坚强的人 为他买了很多书 张海迪开始了自学 他聪明勤奋 自己学拼音 查字典 很快就会读书算术 少女时代 张海迪以顽强的毅力自学完小学和中学的课程 1970年 张海迪跟着父母下放到贫困深陷农村 来到一个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的小村庄 但他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 而是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奉献自己的青春 他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当老师 叫他们读书 唱歌 他看到村里的乡亲们却医少药 去一趟县里看病要走二十多里路 就萌生了当 医生的愿望 他在油灯下自学医学知识 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 每当看到乡亲们的病好了 张海迪都感到特别高兴 他说 活着就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深陷期间 他为群众治病一万多人次 受到乡亲们的热烈赞誉 1983年 《中国青年报》发表 即使是科流星 也要把光留给人间 张海迪说 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 他把自己的光和热线给人民的事迹 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青年去奋斗 他以自己的生活历程 回答了亿万青年的人生观 价值观问题 1983年3月 共青团中央授予张海迪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5月 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 邓小平亲笔题词 学习张海迪 作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1983年 张海迪开始文学创作 先后出版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 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 《我散文集生命的追问》 《我的德国笔记》等 凝聚着张海迪对文学的执着和热爱 他获得国内外很多奖项 张海迪始终以顽强的意志与疾病和困难 做斗争 满腔热情的学习和工作 1993年 张海迪获得吉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2013年 英国约克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2015年 美国马省大学波士顿分校授予他艺术与人文荣誉博士学位 2008年 53岁张海迪当选中国残联主席 享受正不及待遇 2014年10月 张海迪在波兰华沙首次当选康复国际主席 2016年8月 担任礼约残奥会中国代表团团长 征战残奥会 他在连任中国残联主席的13年里 他克服病痛和困难 经常到贫困地区入村入户 看望残疾人 倾听他们的呼声 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他说 全国有8500万残疾人 他们最需要帮助残疾人工作者要做高尚的 请着火把为残疾人照亮生活道路的人 张海迪特别关心残疾儿童 他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童年在病床上的日子 每当我去看望残疾孩子 看到盲孩子摸索着走来 看到他们摸着盲文读书 我都会流下眼泪 我要努力工作 为残疾孩子们创造美好的生活 让他们拥有幸福的童年 活着就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张海迪无愧全民立志 偶像最美奋斗者赞誉 他用生命涅槃告诉世界 只要意志坚定 自强不息 即使身体残疾 也可以实现人生理想 祝张海迪晚年幸福 自己或讨厌的可能性 都对